我你妹啊朋友们 我们来的这道儿 我去太漂亮了 找对地儿了感觉 这是我们今天的营地 然后误闯误撞 来到了一家小院 农家小院 我们准备在这儿先吃个饭 然后那边就是 俄齐的胡杨林了 我们现在等于在俄齐胡杨林后边呢 我们现在要去看日出 不是日出日落 我们这儿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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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哎呦 对亏是沙子 半岛了 我笨你来 对 半岛了 我笨你来 对 对 哎呦 挂着你疼不疼啊 我的天呀 这地方太野了 这全是胡杨林 这全是胡杨林 现在叶子还没有黄呢 飞天 你走得倒挺快啊 我这 我这是走一步 现一步啊 这还有骆驼的脚印呢 哎呀 哇 非常美丽啊 这也看不见山底啊 好像走错了吧 看夕阳看到天黑了 捡了一根 烏羊木 然后咱们回去吃饭了 想想跟娜娜 他们俩已经回去了 今天早上起来跟娜娜研究了一下啊 她这个车有点乱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计划计划 看看她的车怎么改一下 简单的改一改啊 临时的改一改 娜娜 您是喜欢公主风啊 还是工业风啊 还是现代风啊 复古风啊 咱们研究研究 真的假的 我这辈子还有这种梦想能实现吗 真的 我只要不是凌乱风就行 就这么点要求啊 哎呀 哈哈 好一会咱们商量商量啊 跟小姐咱们一起研究研究 娜娜这个车怎么给她弄一弄 把它收拾收拾 娜娜这台车是一台江淮的瑞峰啊 现在这是她的一张床是竖着的 它是这么睡觉的 然后咱们现在开始准备研究研究啊 原来下边是两个柜子 一个是放厨房的 一个是放杂物的 前面呢她自己放了一张地摊桌 地摊桌 地摊桌 对呀我就从这直接见驾驶室了 我都不用下车了 哎呦我的天啊 这么厉害啊 高级高级 咱们现在 也是有设计感的 非常有设计感啊 非常棒棒 希望你能 希望设计今天的设计师能沿用我当初的这个 接见一下我当初的这个设计 因为我需要从这边走到这边去 好的好的 满足客户的要求啊 刚刚研究了一下 然后娜娜觉得改车太麻烦了 后来又决定简单点买几个收纳箱 现在祥姐正在跟娜娜说怎么收拾呢 其实她这个车还是挺大的 要好好的改一改的话 应该也很不错 但是娜娜觉得可能太麻烦了 又要看胡杨林 然后马上天又冷了 她不想那么麻烦了 那我这会儿已经有一个 你不要考虑她 就是已经板头包还在内了 不然你没有她 真的得买下 真的就算了 没有必要 这个箱子不也挺方方正正的呢 哎呀妈呀 孟哥等咱们收纳好了 我请你喝好酒 哎呦我的天呀 超啊这是 哎呀可以这个可以这个 我就说那那是个富婆吧 就是不拘小节的一个富婆 居然一 车欧都有 先不研究这车了 我们准备出发换一个地方 跟老板打个招呼去 哈米瓜不罢了不罢了 老板还要送我们几个哈米瓜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 老板家还养了好多大鸵鸟 这个鸵鸟用 这个鸵鸟主要是卖鸵鸟蛋 还有鸵鸟肉 好漂亮的蝴蝶 好漂亮的蝴蝶 蝴蝶 太多了 哎呀这老板太热情了 太好了 还给我们送了好多瓜呀 你怎么还有 不拿了老板 不拿了 哎呀 大家来胡杨林的时候啊 可以到这家店过来做一做吃个饭 主要是什么呀 咱们去那胡杨林啊 门票太贵 跟这儿一样可以看到胡杨林 就是我感觉 这个景色效果各方面的 比那个景区可能还好一些 你看他这边的沙漠 因为这里面也是可以进去的 很多这个怪树林啊 胡杨林啊 还有边上就是那叫什么 弱水吧好像是 一条河 景色非常漂亮 然后这边也都是啊 这边全都是 到老板家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去的 那边一大片胡杨林 还有这种沙漠嘛 沙丘 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来的季节啊 如果再晚几天就会更好了 这叶子全黄啊 这边大片胡杨林都在这里面呢 然后这边都是小沙丘啊 大沙丘 大家如果来的时候啊 不想买门票进那个景区的话 真的就可以来这儿 一样也能看到胡杨林的这些美景啊 吃饭什么的 实款实说啊 老板确实不错 昨天点了三个菜 结果送了三个菜 然后非常非常热情 非常实在 还是这样的 客场 我的天呀 这骆驼都吃上哈米瓜了 满地都是哈米瓜 大家说什么